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3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情況 香港可以說得上 是徹底進入 一個是自毀的年代 好了 沒辦法了 除了香港有一群積極份子之外 當然最大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 習近平年代 要所有的東西 全部在他的掌握控制之中 那麼今天年代 就是這個叫做夏寶龍 夏寶龍要考察香港 我們也相信夏寶龍 下去香港 是有任務在身 不外乎幾樣東西 要繼續 是嚴格監控香港 嚴肅處理 香港的問題 以及繼續研究 怎樣對付 這個所謂的反華政客 還有勾結外國勢力問題 一個這樣的大氣氛 大環境之下 其實香港還有一群人 在那裡常常幻想 幻想香港 可以好像 於是 昔日做盡大生意 其實這件事 是越來越不可能 只是看看夏寶龍 下來香港 會見 香港的官員還有行政會議成員 在 下達 收緊管治 的命令 你已經知道 這個地方 叫做上有好者 下必甚言 簡單來說 上面的人 跟你說我要搞 搞好香港 整頓香港 下面的人 出謀獻策 他們只會亂做 還會做得比上級要求 過份十倍 香港正正是這樣的情況 最新淪陷的領域 叫做香港的旅遊 香港的旅遊 數字 還有放假 的統計 都是差到 不能再差 在那麼差的環境之下 他們還要在駱駝上 再加一些稻草 真的 想不死也挺難 這節要跟大家說 旅遊發展 又完蛋了 旅遊發展 是完全不能發展 你說旅遊發展局 是否可以宣佈破產呢 我們這節要說的 就是旅遊發展局 自打嘴巴 旅遊發展局 要緊急刪除自己 推廣的活動 你說多好笑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繼續 打開我們的節目 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督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幫忙支持 應該 是不會難倒你的 因為你要做的事真的很簡單 而且是免費的 所以 敬請 所有聽眾 記得盡量幫忙支持 好 這個 叫做 潑水節事件 Tony 都跟大家詳細說了一個潑水節 的內容 話說有POPO 被人用水槍瘋狂掃射 然後 有一大群人就覺得 很不過癮 出來要拘捕人 據說拘捕了一個 Youtuber 我們 就不集中討論街頭潑水節 我們說回 潑水節 後來就被網民發現 說潑水節 說潑水節 本身 是你旅遊發展局 是推介的項目 來的 旅遊發展 假裝了 開放 假裝了 泰國有潑水節 香港有學人 搞潑水節 你自己有推廣潑水節 但是回頭就出事 到底現在 香港 是不是警務人員做特首 都差不多了 就是現在那個叫做李家超 還有鄧炳強做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就出來大大聲說 現在真的有這個 軟性抗爭 好了 軟不軟性抗爭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只是想告訴大家 如果這樣也叫做軟性抗爭的話 我強烈地勸喻你 這個很簡單的邏輯 叫做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假如你搞軟性抗爭 你又是被人拘捕 又是要坐牢 又是要入獄的話 我告訴你鄧炳強 其實你們在做的事 不是在消滅軟性抗爭 你是在支持 硬性抗爭 如果軟硬 也是要被重罰 那麼我搞軟性抗爭 如果真的抗爭 那有甚麼用呢 你拿水槍 射完警員 當你真是抗爭 你覺得這樣 有用嗎 雖然其實 看到警察被人 用水槍 照頭看著 也挺開心的 但是這個本身 本身就是你自己推介的香港潑水節2023活動 立即有人發現 香港旅遊發展局 立即把香港潑水節搞到要下架 就說最新的活動 經以頁面並不存在 下變成404 又變成了不存在的活動 如果你說 那個叫做公眾地方 擾亂秩序行為 拘捕了個25歲 和26歲的男子 說他們在這個 九龍城潑水節 針對警務人員 我又很想問 按照 你們香港的判案原則 以及指控 誰 煽動 煽動 這個25歲和26歲的男子呢 麻煩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還記得有些國安法法官 出來意證嚴持 說有一些人 躲在網絡上面 在煽風點火 令到 原本 已經 稍為回復 平靜的 市面 更加容易 出現混亂 令到這個叫做黑暴 死灰復燃 他們的行為 還有起底行為 這些 國安法法官 說 叫做網絡 阿爾蓋達 我發現了阿爾蓋達的真身 網絡阿爾蓋達的真身原來就是旅遊發展局 如果不是旅遊發展局 別有用心搞軟性抗爭 在2023年 這個時候 是不是敏感時候 2023年也是敏感 敏感時候又搞 煽動性的行為 結果 就有人 按照國安法法官所說 有無知市民 被人煽動出來 那就是25歲和26歲的男子 是無辜的 你的黑暴成員 的大騎手 就是潛藏在 香港政府裏面 大家說多好笑 這個不是 反諷來的 我們說真的 是不是 做大他嘛 既然你現在那麼喜歡上綱上線 拉完旅遊發展局就可以了 早前你已經被揭露了 媒體 全部就不敢報導 黑子驚奇 是你港協企澳委會 親自交給這個 兵協 叫兵協轉交給國際兵協 是不是很清楚 黑暴就在香港政府 如果我是 夏寶龍的話 我們就不是先去對付反對派 這個叫做 讓外 必先安內 他發現香港政府裏面 有大量和黑暴有關的機構和組織 包括這個叫做旅遊發展局 是不是應該優先整頓 有些人覺得 覺得我們 現在很多 時事評論 經常反諷他們的香港政府 覺得這樣沒用 不好意思 外面是不是反諷我就不知道 我就很清楚告訴你 我們沒有反諷他 我們真的 誠意邀請他立即動用國安公署 去將 相關人士 拘捕 你不拘捕是不重要的 這個跟我們反不反諷沒有關 我們是積極鼓勵你 立即行動 不然我們就告訴你 我們就跟夏寶龍報告 你有大量的反動分子 在香港 不是說笑的 沒有反諷你 文革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搞鬥爭 上綱上線 是真的會這樣鬥爭的 這個不是諷刺來的 所以我們樂於看到一大群 支持港共政府又或者港共政府裏面的人 叫做狗咬狗骨 其實我們很樂見的 你這樣是沒有公信力的 你不斷 去拉網民 去拉 街頭人家玩水的人 拉多幾拉 只會是所有原本支持政府的人 覺得你們自己自打罪霸 又原本覺得 街頭有人反抗 這群人在搞事 再去到 就是打冰球 支持香港政府 你說搞潑水節 我又出去潑水 然後 就被你拉 你只會令到一大群 藍絲 對你們 徹底絕望 即是你們連 原本 支持你們的人 都變成全部慢慢不支持 這些 是你自己正在申請 這個是與人無由 所以你問我 好事來的 你就繼續自爆 我又制止不了 我又不是很想制止 就算我制止到 我也未必想制止 你喜歡自爆 我為甚麼要制止你 你不要只是 掛著拉街頭的人士 你不對付高層 一天都搞不定 所以大家可以預計 一個地方 大大力在搞文革 在搞鬥爭 一大群人 乘機 上位 不信大家 你自己看看 最近上位的是甚麼人 你拿個放大鏡 清楚看看就知道 如果你覺得 一群這樣的垃圾 近這三年上位的人 去領導也沒有問題的話 你的問題就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 恭喜你 你跟我們全部一樣 慢慢看他們繼續怎樣自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一個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就是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